早餐 大乔 这些都是我为你精心准备的早餐 都是你爱吃的 你不要快我贤惠 这都是每个女人应该做的 是的 你没有看错 女神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 也希望有个男人爱她 宠她 把她捧在手心里当个宝 你千万不要觉得我是女神高高在上 有距离感 女神不需要被供奉在神坛上 你明白吗 田净植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不喜欢美女也不爱男人 也不是因为我是女神 而让你感到压力而退缩 那你到底为什么不喜欢我呀 我就那么没魅力吗 田净植 我认为你很有魅力 就像你面前的食物 有很多人会喜欢 但是 我早就习惯我面前的这些食物了 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 不用说了 我明白 你想说 你习惯了一个人走沧海桑田 闲看云起云落 对不起 是我惊到你了 打扰你了 打扰你了 田净植 醒醒吧 你想说 小娅 你还帅你 还帅此 過程 这 对不起 人生在山木 知道 Si 小娅 爱了 人生在山木 是 温暖道 不 QR 黄 郑 高 谢谢 谢谢 你今天一定是颜会上 最美的女人 千万别这么说 田净之小姐会发飙的 她可是自封宇宙第一美 你有那么多事要忙 没必要亲自过来接我 我是来父亲请罪的 上次的事我确实很生气 但是我确实不该对你 发那么大的话 不 你说的都是对的 是我违反约定在先 是我的错 你生气是应该的 所以我们真是握手言和了 当然 我很珍惜你这个朋友 我怕你愿意 你真的想去那些人 我感觉不错 你也想给你 你也想给你 你还想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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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 薛 薛妖怪 你别到处乱跑 每个人的位置都是安排好的 我们跟萱萱在一起 张萱萱在那儿 萱萱 小植 你今天真美 张萱萱小姐 你今天更漂亮 谢谢 薛先生 田小姐 你们来了 欢迎你们 洪先生好 你好 非常感谢洪先生 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 帮助孩子的机会 薛先生你夸奖 今天晚上随意点 就当自己朋友的聚会 好好玩 今天很好看啊 谢谢 我是配一下 欢迎 欢迎 欢迎啊 张总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 我也要过去熊 你们自己吃一点啊 对了 这里啊 有你最喜欢吃的猫猫蛋糕 我又不是过来吃东西的 走 带你吃东西去 走 你不是不能消化固体食物吗 在这种场合 我必须像正常人一样 才不会被怀疑 一会儿我找一个地方 把它吐掉就好 还好你不是长颈鹿 浪费食物的人 下杯叫变马桶 那里要什么呢 举办这样一个有创意的婉言 会引发大家 对孩子心灵成长的关注 他做慈善还是很不错的 好 改变主意啦 是啊 那你把大乔让给我 我 绝对不行呢 好 这个课题我们很感兴趣 李教授啊 师父一下 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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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上次见你是在 医学院的基金会 成立仪式上 李教授可是医学院的 客座教授啊 百忙之中来参加我的晚宴 非常感谢 我 我是提院长来的 院长他去参加儿童自闭症的 医学研讨会去了 没有时间 我 没关系没关系 什么原因不重要 非常感谢 来 那我先试赔一下 有什么事 好 随时找我 好 好 对了 你今天哪儿什么东西 过来拍卖啊 保密啊 一会儿绝对让你眼前一亮 尊敬的各位女士 先生们 我们的慈善拍卖 现在开始 各位晚上好 非常欢迎各位能够光临 我们红氏集团 特别举办的慈善晚宴 今天晚上所有的拍得的善款 将用于捐助我们需要帮助的儿童 所以我决定今天客串一把主持人 来进行拍卖 马上进入我们的拍卖环节 有请我们的第一件拍品 第一件拍品 极品翡翠玉拙 捐赠人 女星张萱萱 我的未婚妻 这件玉拙是萱萱第一次拿最佳女主角的时候 随身佩戴意义很特别 据说这块玉拙啊 跟当年慈禧太后佩戴过的那一款 是一模一样的同款 所以谁拍到的话应该很幸运 可以开始吗 起拍价五十万 每一次加价第五万 现在开始 八十万 一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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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没有 一百万一次 一百万两次 一百五十万 一百五十万一次 两次 三次 成交 早知道我就把你的古董拿过来了 那你拿了什么 别问了 一会儿我的拍品要是没人举牌的话 你一定要举啊 好不好 你又不差钱 这不是钱的问题 问题是我很怕别人说我选择拍品没有眼光 慈善最重要了 拜托拜托 我以后绝对不再逼着你吃蛋糕了 拜托帮帮忙 八十万 一百万 除非你愿意答应我一件事 除非你愿意答应我一件事